我們看VT5 它有兩同球半徑比是2比1 大球表面的電位是V 小球表面的負V 若將兩球接觸 用一個導線給它一打 那裡面電流就流來流去 到最後兩個電位一樣 再分離至遠處 則小球表面的電位變多少 這怎麼做? 我假設 這個半徑叫A 那這個半徑就叫2A 那這個大球的電熱我叫做Q1 小球電熱叫做Q2 那一個正的一個負的 因為電位是負的 那這樣我們就知道這個V 是等於2A分之KQ 那這負V 是等於多少呢? A分之 這是Q1來是Q2 Q2是負 那你等一下接觸以後 它獲得的電額 是全部的傷症 是全部的都傷症 因為你一接觸的話 它的這個 電位一樣的話 那你電核 就會跟半徑成症 所以現在Q1 就是你把他接觸以後 它Q1等於全部的傷症 因為這2比1 3分之2 3分之2 Q1加Q2 那最後的電位 V1會等於多少? 最後兩個電位一樣 都是V1 這個等於 2A分之K Q1加Q 那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那現在我要算什麼? 算Q1加Q Q1加Q要怎麼算? 我把2乘過去好了 2乘過去又加起來 就變成 A分之K Q1加Q Q2 因為我把2乘過去了 加起來 2V加 負V 就是無緣 所以這個 是等於V 也就是說 我把它寫一下 2A 或是K Q1不讓是 3分之2 Q1加Q 那A分之K Q1加Q2是多少? 這2可以消掉 3分之2 所以3分之2 3分之3 A分之K 乘以Q1加Q2 A分之K Q2加Q2 是V 所以是3分之V 所以答案是3分之V 所以這題應該會選D 感谢观看